大家好,我是老白 就在2020年以来 随着华为受到美国第三轮禁令的影响 导致无法从台积电等晶圆代工厂获得芯片 芯片制造,光刻机,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 也随之受到了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关注 在后台我经常受到网友们的私信 被问道,上海微电子的光刻机进展怎么样了 华为是不是要开始做光刻机了 光刻机到底拦在哪里 关于大家的问题我是非常希望去回答的 但是芯片制造到底难在哪里 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 它涉及到100多个步骤,100多个工序 以及每个步骤下面具体的因素 是很难在简单的回复中说清楚的 不过我想,谈到芯片制造到底难在哪里 光刻机和光刻胶的技术 应该说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我大概看了一下网上 关于光刻机和半导体材料的文章和视频 里面的内容大多数都是泛泛而谈 甚至有很多错误的观点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技术的角度 带大家了解一下光刻机、光刻胶 以及芯片制造真正的难点 我们把复杂的事情摆成明白 如果说近100年来是电人的时代 那么前50年可以说是强电的时代 把电人带入了每个人的千家万户 那么近半个世纪以硅为载体的弱电 则真正的创造了整个世界科技经济的繁荣 这几十年来所有的芯片制造厂都在不断的绞进脑汁 希望在狭小的硅晶圆上将更多的晶圆体 塞到每一个小小的硅片上 打造出更加强大的芯片 而要做到这件事情 光刻技术是整个产业核心的技术之一 也是绕不开的一个流程 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 传统的芯片制造技术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生子外光刻 DUV 由于DUV本身的物理限制 已经逐渐到了极限 一般来说7纳米是DUV的一个物理极限 通过锐利公式我们可以看到 减小工艺因子常数 增大光学系统数字孔径 以及减小曝光光源波长 这三种方式都是可以使最小线宽变小的 但是前两种方式从技术角度 应该说人类已经几乎把它做到极限了 想要短时间内提高 几乎不太可能 所以目前通常来说 通过缩短曝光波长 来减小线宽成为了一个主流的研究方向 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 整个半体系行业都认为摩尔定律已经失效了 整个行业可以说是一筹莫展 就在这个情况下 时间到了2007年 就在2007年洛杉矶半导体展会上 美国SIMO公司突然宣布 它们在极止外线 也就是EUV光源上取得的突破 当年可以说SIMO公司给整个半体行业 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因为SIMO公司一直是说DPPEUV光源的 当时人们也不太清楚 SIMO这个EUV光源到底靠不靠谱 就在这个时候 在大会上 SIMO拿出了与ASML签订的一份几十页的协定 并且计划在2008年就开始首批供货 而且在大会上 SIMO还详细地说明了 它们研发的LPP光源技术的细节 包括输出功率已经达到50瓦 计划最终量产的输出功率 光源至少达到200瓦 人们才终于相信EUV的时代 可能真的要到来了 我们都知道 简单来说 EUV技术等于是 直接让晶体管直接瘦身的75% 目前真正掌握EUV的晶圆制造厂 只有台阶电和三星 相对熟练掌握的也只有台阶电一家 我这里的熟练掌握主要指的是粮频率 目前台阶电的5nm粮频率方面 是远远强于三星的 三星这个5nm只能说刚刚可用 也就是产能和粮频率 刚刚做到了不亏本的程度 而目前我们中芯国际是拿不到EUV光刻机 而英特尔是可以买到 而且是随便买 而且手头上就有 但是就是做不出来 英特尔目前依然停留在DUV 14nm++++++的牙膏 是真的挤得没得挤了 距离2007年可以说 英特尔是开券修炼了13年 还没练成 所以我们就知道EUV到底有多难呢 如果我们把EUV比作为一门武功 那么EUV一定是一门 需要内外兼修的上层的武功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EUV这门武功到底厉害在哪里 它的技术要点在哪里 难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刚刚提到 目前最主要减小最小线框的手段 是减小曝光光源的波长 这里也就是EUV和DUV 最主要的区别了 EUV也就是极脂外线 波长为13.5nm 要做出这种级别的波长 其实业界一直尝试的是DPP光源 也就是等离子体光源 在DPP光源上 C码公司可以说是和其他公司一样 进行了很多年的研究 直到2006年 他们才找到一种多级二氧化碳激光 和一个锡字小低把的方法 而不是经典的较大的T表面 其实这个方法工艺难度的技术要点在于 锡字小低把的处理上 这个整个过程中 需要把高纯度的锡 加热到溶点以上 在惰性气体施压的情况下 通过功率器像机关枪一样 将30微米的小低把 以1000毫米每秒的速度 直接喷到真空管中 这个速度可以达到每秒50万克 在这个过程中 小低把不能堆积成坨 需要用高压氢气不断的吹打 然后这些小低把 会被激光照射 直接打成柄状 然后用二元化碳激光照射这些小低把 这样就能形成高热等离子体 放射出极止外线了 我这里简单化了一下LPP EUV示意图 其实现在主流做EUV的方式有四种 包括我刚刚说的LPP等离子体 还有就是DPP放电等离子体 还有同步辐射源 以及第四种LDP 也就是LPP DPP的结合 激光辅助放电等离子 先说同步辐射源 这个东西我国也在做 同步辐射源的优点很明显 就是不产生碎屑 不过同步辐射源需要非常高的功率 体积也非常的大 短时间内做到商用还不太可能 然后是DPP 其实DPP和LPP 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我这里简单化了一下DPP的示意图 我们可以看到 DPP是把把柴图附在阳极和阴极之间 然后在高压下产生强烈的放电等离子体 这样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会产生碎屑 只要有税序就非常难以控制 甚至严重的时候会损坏整个光学系统 所以DPP的缺点 也是LPP和同步辐射源的优点 目前来说 LPP商用以及HVM生产的可行性 确实比其他三种更有优势一些 现在LPP UV光源 全球只有两家公司可以做 一个是SIMA 一个是日本的Gaga Photon 当然SIMA在2012年就被ASML收购了 LPP UV光源 也是我国线的急需突破的一个技术的难点 说完光源我们再来说一下反射镜 以本来说传统的光刻技术 比如说DUV 就是一种类似于摄影技术的一个工艺 通过一个透镜聚焦光线 就能在硅金片上刻出电路图案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尼康 曾经就能做出很好的光刻技 但是这种方法在EUV上面就不可行 因为极紫外线的特征 我们能找到的各种镜片 只对可见光有效 对极紫外线是无效的 极紫外线也只能在真空中传播 原则上无法被任何镜头聚焦 针对这个问题 德国蔡石公司想出了一个绝佳的方法 那就是通过木和硅原则交替排列 组成一个布拉格反射器 简称DBR DBR工作原理其实并不复杂 通过将木锡多层膜 设置成恰好EUV波长的四分之一 那么介质两面反射恰好就是二分之一波长了 这样就会发生销香干涉 实际上是增强了反射光 这样的介质层在EUV光科技中设置了四十多层 每一层的厚度不到四纳米 目前ASMR公司光谱宽度在2%以内 EUV光反射率已经达到70%左右 从ASMR官方这张图 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整个木硅多层膜反射镜的工作原理 听说现在ASMR的木硅多层膜反射镜还在改进 计划将精度提升到0.5纳米 0.5纳米是人类从未达到过的一个工业技术的一个新高度 如果我们把光源和反射镜作为EUV光科技的外工 那么EUV需要练的内工是什么呢 那就是EUV方案的集成 其实ASMR公司在EUV光科技上的技术占比 可能只占全部技术的10%左右 ASMR则更像一个系统集成商 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也要问 系统集成商具体要做什么呢 具体的难点在哪里呢 我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ASMR的EUV光科技对空气洁净程度要求是ISOE 其实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做过一段时间航空零件的制造业 我们的要求一般是ISO7到8左右 已经是非常严格了 ISOE是最高的标准 有多严格呢 我只能说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数据上等于是每立方米空气中 小于0.1微米微粒颗粒数量不得大于10个 要达到这样一个要求 包括所谓厂房的建材 拼接 厂房的玻璃 甚至每一个螺丝 所有员工的隔离服都要使用到特殊的材质 同时ASMR对于震动和稳定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每一个ASMR工厂底下都有1500根系柱 每根系柱的长度是几十米 等同于把整个工厂悬停在地面上 来确保没有一个绝对的震动 我们要知道 任何一点的震动都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一个误差 当然除了震动空气的要求 其实还有水质温度光线等一系列其他的要求 我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当然UV光刻机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UV光刻机的缺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太贵了 现在每一台UV光刻机的价格大概是1.21欧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0亿元人民币 不过这个贵是相对的 比起芯片制造的战略重要性 买得到比买得贵更为重要 第二点就是效率问题 目前对比DUV DUV光刻机每小时操作晶圆数的数量 是UV光刻机的两倍左右 也导致了UV光刻机生产的芯片价格 是远远高于DUV的 目前5纳米12寸的晶圆成本 大概是1.7万美元 而7纳米的成本大概只有9000美元左右 所以现在A14 请你9000 不管是价格还是产能 都还是个问题 第三点 那就是UV光源的功率的问题 目前如果想要突破3纳米的节点 UV光源需要提升到500瓦 想要突破1纳米的节点 需要突破1000瓦的功率 而目前这也是一个技术燃点 虽然台积电宣称2纳米有突破了 其实我想说突破归突破 到底能不能量产 说白了还是要看ASML 驱动光源技术 有没有一个实际上的 一个功率上的一个突破成果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光刻胶 在UV光刻和纳米压印技术中 除了曝光设备压印 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光刻胶了 我本来是想详细的介绍一下光刻胶的历史的 不过光刻机的光源 我大概已经聊了十几分钟了吧 如果光刻胶再讲十几分钟 估计要严重考验大家的耐心了 我这里就直接聊一聊光刻胶的一个难点吧 一般来说在EUV中使用的光刻胶 分为阵性光刻胶和负性光刻胶 对比纳米压印中使用的光刻胶不同 紫外光线使用的光刻胶在对固化速度 硬度和粘度 胶能降级方面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如果固化速度无法提高 会大大影响整体的一个生产效率 如果材料无法满足EUV的要求 这两品率就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虽然光刻胶的成分并不复杂 但是如何配比如何提纯 每一步都需要非常严苛的一个要求 目前全球能做出达到EUV光刻标准的光刻胶 也只有日本GSR东京硬化几家日本公司 我们要知道去年日盘的贸易战 由于光刻胶停工 三星晶圆场差点就面临停产的一个局面 据我了解 目前EUV光刻胶也是影响3nm量产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想要突破3nm量产 除了EUV驱动光源 光刻胶的信任也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总结一下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光刻机的难度在哪里了吧 想要练好爵士武功 自然要付出超出常人更多的努力 但是我要强调 第一点 光刻技术 其实理论和应用上已经非常成熟了 各个节点的技术指标 数据要求都是非常明确的 像我一个普通硬件工程师都能给大家讲清楚 其中的理论原理其实并不复杂 它不像量子计算 石墨烯芯片等很多领域 其实还处于一个相对理论探索的阶段 还有很多前期的工作要做 目前我国的上海微电子600系列的光刻机已经非常成熟了 明年2021年 预价会交付28纳米的光刻机 长春光机所也在加紧研制 342纳米的EUV光刻投影的曝光设备 所以以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做出EUV光刻机是肯定做得出来的 只是时间要加紧的问题 第二点 光靠砸钱和喊口号其实是做不出好芯片的 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去看待造芯片这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做这期视频的真正的意义所在 科教新国 科教新国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到半导体这个领域中来 让更多的学生去学去选择这个专业 让更多的老师愿意去教这个专业 半导体行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行业 我周围有太多的同学和朋友 我认识的真正优秀的人 由于没有获得一个理想的收入 转头进入了互联网行业 进入了投行咨询行业 真的是非常可惜的 他们不是没有理想 只是当我们能够给予这些人才足够的重视 给予他们一定的好的环境 给予他们一定的空间 能够让他们能够静下心来搞研究 不用为了待遇的问题来做取舍 这样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芯片制造的问题 第三点 我们一定要坚持做最困难的事情 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 往往下坡路走得轻松 上坡路走得辛苦 但是人生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 真正美临的风景 只有登上山峰 你才能看到 我非常喜欢我国著名漫画家 风之凯的一句话 在此献给大家 以致鼓励 人生要走最困难的路 只要生气不灭 便终有抬头的日子 我是老白 Babbit Talk 我们把复杂的事情发现明白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 最后 这个点赞 拜拜 拜拜